今天跟你们来聊聊这双Zion三代的新配色 这个配色是我印象中 Zion系列为数不多的深色系的配色 让我们来稀看一下整体的配色 鞋面上也有很多这种类似于星空的细节 整体还是这种织物的面料 然后配合侧面的这种热熔材料 常规版的Zion三都会有这个Shopboard 后跟Zion的logo 中底就是全掌的FOMULA泡棉 包裹着前掌一块扇星柱 中足还会有一块TPU 然后在外侧这里 前掌会有水晶底的上翻 后跟会有TPU的上翻 内侧这里也是一样 这边还有一个ZW的字样 但其实这双鞋大家从这里看 它的外底整个防侧翻 基本上是都做到位了 前后掌内外侧都有 外底就是全掌的水晶底 包裹着前掌的香蕉底 然后Zion三代还是那几个老问题 第一就是它前掌 这个位置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 就脚趾这块它收的特别窄 这个是二代遗留下来的老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它前掌这里 鞋楦做的也比较紧 所以说大家从这个角度 应该能看出来 我的前掌是完全超过了 它这个中底的上翻的 就完全是怼出来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块因为它侧墙做的又比较薄 里面鞋垫有一个上翻的TPU 外边这一块有一个上翻的水晶底 就是说在你多次这样运动之后 前掌外侧这里还会有些卡脚 然后整个中底其实真的非常棒 就是这个全掌formula配上前掌扇形ZOO 这一套中底系统很顶 但是拉就拉在了它的鞋面 因为这个鞋面它能适配的脚型 真的是太少了 可以说是天选之死 如果你的脚型能适配的话 整体这双鞋下会比较适配 那些身体素质比较劲爆的 一号位到三号位 目前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等等四代看看四代这个鞋圈 有没有做过什么感进 第二就是三代 因为这个适配的人群太窄了 销量一直都不是很好 所以说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四代出来 三代价格应该还会再有差跌 大家可以不用着急 希望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